很特别针对的画面 我们带你来看了 这是黑猫中队 曾经是台湾空军史上最神秘的组织 而蒋经国身为黑猫中队的负责人 当时曾留下了一张 穿着黑猫中队制服的老照片 而在经国百岁名诞纪念展上 有老师傅就将照片里的衣服 按照当时蒋经国穿的颜色尺寸 重新的打造一件 带您看看 照片里的蒋经国手插口袋 眼睛嘴角都眯成一弯笑 身上穿的厚夹克 绣了一个显眼的黑猫徽章 亮橘色的这一件 颜色布料尺寸 老师傅都比照当年蒋经国穿的 一针一线打造出来 让人遥想当年蒋经国 英姿勃发的模样 这张经典照片 蒋经国穿着西装松开领带 美国CIA台北战长克莱恩 反倒是一身长袍马挂 两人走后开心划拳 因为黑猫中队的计划 早已成了 莫逆之交 克莱恩的回忆录也有说过 说经国先生的酒量很好 可是有一个人酒量比他更好 蒋方 华人是台湾拳 就翘倒六年那个台湾拳 豪卖划拳的蒋经国 也有细腻的一面 51年1月13日 陈华生驾驶YouTube战机 深入大陆出师告捷 回国两天后 蒋经国才敢把憋在心里的话 说出来 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时日子吗 我说今天是1月13日 你知道星期几吗 星期五 跟陈华讲 这个13日 我再出发前都不敢跟你讲 同年9月 陈华生还是不幸罹难 这些高空英雄故事 曾经穿越中共无声的高墙 现在要再穿越时空 在蒋经国百岁明蛋这一天 让大家无限怀念 今天新闻成为陈佑斌 陈佑斌 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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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